我非常奮奮 這次英國的小報 你們多多都管管 你們自己國家的事情 郭董發飆暴走 痛罵勞團 走 鴻海昨天召開股東會 由董事長郭台銘親自主持 不過場外有跨國勞團前往抗議 與鴻海員工對峙 這就是你的最高 與鴻海就發飆 你的最高 在場內的郭董 原本還能hold住情緒 卻有人意外讓郭董爆發 掌管英國40個退休基金 總資產規模高達2000億美元的 歐洲基金執行總監希爾特 問了鴻海 我今天告訴各位 這一些所謂的 從英國的小報 他們無非是要打擊蘋果 打擊中國的製造 打擊鴻海物資產 香港又有莫名其妙一群 自以為他們是代表什麼 什麼勞工團體 你問他 我現在在查出來的資料 他們根本就代表什麼 這個 這個 這個你們不要給我建 你律師官都不要給我建 我非常清楚 我非常公奮這群英國的小報 你們多多都管管自己國家的事情 你們家裡 你去查查你們大大黃飛人都死掉 去查查我們這些事實 你們 去看看你們的王子跟王妃 你們的大臣有多少的醜物 這種英國的小報 為什麼有英國小報 那麼才有 才有 才有香港的蘋果日報 香港的蘋果日報 才有台灣的蘋果日報 這一系列 都是一系列 像這個報導 還有網路的報導 我是非常的東門 罵完媒體 郭董也使徒大絕招 你是代表英國的基金 我告訴你 你希望把這些 回去向你們首相表達 如果你表達 這個不好的話 你覺得我的工資不好 請你不要買我的股票 要買股票太多了 郭董也曾經 勞團抗議的 兩名員工白血病身亡 沒有醫學證明 與鴻海有關 台灣還有一群 非常餓死的 美青銘勞工團 那些 他們就來鬧鬧局 因為衣服也不穿 去鬧局 我們員工都看不下去 我們員工就把他打回去 從英國到鄉 到台灣的這一群走苦 走苦 走苦 我不許跟他們回答他們的問題 郭董越講越氣 No more no more passion Please 休會五分鐘 我天了 先入上位 他用的字眼 事實上是相當的 我甚至不以為然 用這樣的方式來說話 事實上是有其他 一個跨國企業 董事長的高度 跟風範 我覺得以其情緒化不如 好好來面對問題 好好來進行問題 動新聞 本於客觀事實報導 蘋果爆料拿獎 第三週冠軍出爐 近一百萬人次爭讀 直擊羅南滿身血 女狂喊救命 恭喜萬小姐 讀得獎金二十萬元 編輯部特別獎 玩命火光司機看手機 三分鐘六十次 恭喜讀者台中黎小姐 讀得編輯部特別獎 獎金十萬元 爆料的大獎活動即將截止 月冠軍大獎兩百萬等著你 一百萬元